秀林乡、文兰村、米雅丸部落、崇光部落和文兰部落的村民们种植很多的农特产品 而农业道路对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 文兰村长铁文才去年度和乡长有约的基层座谈会当中 向乡公所反映争取地方农业产业道路 今年获得公所权力支持和施作 路面重新铺设农路 提供给农民增加农业的经济产值 秀林乡文兰村位置于中央上面三角下 并且有三个部落所组成的山景秀林乡的好地方 有温暖部落、崇光部落和绵丸部落 当地有七成以上都是从事农业的工作 若提供农民们的农业经济价值 温暖村长田文才秀林乡文代表蔡培伙在去年度 与乡长有约基层座谈会当中 向秀林乡公所反映来争取地方建设 同时也获得秀林乡长外面会答应的支持 今年全面铺设新的博物路面 对农民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受益 我们温暖村每一年的基层建设 尤其是我们温暖村 就是做农为主 产业道路特别比较多 包括苗湾、崇光 为了我们村民的安全、生命、财产安全 每次都建设在我们部落 能够争取到农业道路的工程 很感谢我们黄美贵乡长 还有我们的蔡培伙代表 能够争取那么多的经费 建设我们温暖村 苗湾崇光的农业道路 让我们村民有安全的路 尤其是我们崇光 就是种水果、生姜、姜坊 很多的农产品 还有建筑 真的是感谢我们 再次的感谢我们王湾长 能够关心我们文兰村 苗湾、崇光三个部落 文兰村的田文财 休林厢面代表蔡培伙 向来感谢休林厢长 我们各位大大的支持 让休林厢最南区的农民们 在搬运山苏、咖啡、生姜、辣椒、地瓜等等 多样农特产品可以说是相当的方便 减少了人力和物力的支出 同时也提升部落的农业经济产值 可以说是家会农民的农业政策 记得就关于学校报道